各位聽眾好,這幾天我都非常長氣 因為有很多強隊都表現不到自己是強隊的身份 戰術出了問題,發揮不到球員應有的水平 得不到自己應有的成績 今天我都不例外,又是很長氣 既然這麼長氣,順帶祝福大家身體健康 多謝醫護和作為球員的我們比賽未完 當然不會放棄 萬聯打歐霸八強的賽後平當中 我在片尾彩蛋的環節就是講了一句話 我不希望萬聯會僥倖得到今屆歐霸冠軍 因為蘇斯一查根本未具備足夠的賽前和臨場指揮能力 拿到冠軍反而害了他 今天的四強,他終於都受到教訓 這次出局很明顯就是和他有直接的關係 我和大家當然都可以數得出萬聯球員的失誤問題 但其實教練都還是可以做很多事情去幫這班球員 來掩蓋這班球員的問題或缺點 但蘇斯一查就是選擇很多時候揪手旁觀 長期揪手旁觀已經是今季的慣性 去到比賽的最後才調動 將一些問題和球員的疲倦累積下來 人家西維爾今天換到第三個人的時候 萬聯都還是換不到一個人? 如果還是要說萬聯後備職不行 所以不換人的話 倒不如承認萬聯的班底不夠西維爾口 好不好?這樣講夠不夠膽?蘇斯一查 如果你夠膽這樣講的話 明天我包補有一半的萬聯球員會反你 你連教練的位置都未必可以坐得穩 萬聯的後備職實力根本是西維爾 這些歐洲中上營班夢寐以求的 只是那兩隻馬 馬迪、馬達 兩個已經贏了對面的後備職實力 一個世界一線的派牌球員 一個世界一線美二線頭的主角 而且今天真的有一組用他們兩個的需要 待會我會慢慢解釋 今天我先用兩個笑話跟大家做個開場 第一個笑話是我聽回來的 第二個笑話是我想出來的 我聽回來的笑話 就是我發現有人在網上說 見到萬聯今天的調動時間 就知道萬聯正在贏球 這個笑話幾好 夠簡潔得來又到位 第二個笑話就是西維爾的教練 叫做盧帕蒂古 他執教皇馬的時候 我就幫他改了一個花名叫做 星際遁胎 因為他真的不夠實力教強隊 打大戰的臨場應變能力又不夠 誰不知道 盧帕蒂古一拍到蘇斯克查那裡 哦 原來當年的星際遁胎 更好過現在的蘇斯克查 講到這裡 就唯有苦笑幾下先 人家盧帕蒂古在56分鐘 做出兩個調動 還要是關鍵的調動 進來那個前鋒 就是入球的盧帕蒂古 但蘇斯克查在78分鐘 被人反超前左 都還是打算坐在那裡 先看定些 等到87分鐘才調動 足以證明他去到78分鐘 都還是從來沒有過關於調動的思考 落後了才想 出了事才算 這樣的態度就想拿冠軍 不要開玩笑 星際遁胎都不如 就執教慢亂 簡直是笑話 我今天一定不會再叫盧帕蒂古 做星際遁胎 他進步了 教中型班也對他 但是呢 我就會直接把這個名銜 轉交給蘇斯一查 想想一下 這個名字都很適合他 說明遁 就是遲鈍 調動金遲鈍 還不是他 不幫蘇斯一查 改回我花名 對不起他 更加對不起我自己 不過呢 為免混淆 我都需要作出一定程度的修飾 當年 因為皇馬的綽號是銀河艦隊 所以我才想到教練的花名叫做 星際遁胎 如今呢 是萬聯教練 那不如叫做 魔界遁胎 我再一次強調 我是會給他下一季時間 給他機會進步 但是我都會一直用這個花名叫他 叫到他直至進步為止 因為的而且確是因為他某方面的能力太弱 而摧毀了其他東西 我知道他可以鼓勵萬聯球員 改善萬聯球員的踢法 提升整體而食搜購球員的眼光也OK 但是他臨場調動的能力這麼差 現在只會前攻進廢 之前的功德就是買班奴 提升萬聯的猜過半場能力 破密集能力 其他球員在思想上也有進步 但是去到關鍵的賽事 做不到應該要做的臨場調動 就會摧毀了之前的這些功德 萬聯被魔界遁胎蘇斯一查 搞到前攻進廢 就是今季的總結 下一季將會非常關鍵 如果那些調動還是魔界遁胎的本性 那就真的勸他不要再浪費時間 這樣的調動能力是沒有可能會拿到冠軍 但是下一季的萬聯儀班費 球員實力以及班底 很可能是有資格拿回一個半個冠軍 如果應該要拿到冠軍 但是拿不到 就即是說教練變了拖累者 那你說誰要離開 誰要被炒友 誰要負上責任 好了,我現在開始由頭跟大家分析到底 魔界遁胎蘇斯一查 今天發生了什麼事 我昨天在Patreon片尾彩蛋做了一個簡短的賽前預測 我就是說 對狼隊的話 萬聯都是很難破密集 反而對西維爾這些比較進攻型的西甲球隊 所以萬聯就是可以在來回高速球當中贏到級數 這個觀點就是可以解釋 為什麼萬聯今天早段會先開紀錄領先到 萬聯早段是最有體能的時候有壓迫力 能夠推快場賽事 打到一個有速度的進攻上去 福仔很快進入禁區了 那就是搏到12碼 萬聯8分鐘就領先到 但是我預測的時候 都有提醒過大家 就是萬聯的敵人 將會是自己的體能 如果不夠體能的話 即是不夠體能做壓迫 不夠速率 打不到來回高速球要有的精髓 發揮不到來回高速球的級數 這個問題就是在上半場20分鐘之後開始發生的 壓迫力下降 那就是上半場的致命傷 萬聯今天是出過4231 雖然打來回高速球的話 4231不夠防守中場 但是因為萬聯進攻點的級數 以及速度遠遠好過西維爾那邊的進攻點 所以經過拉上補下 萬聯打來回高速球還是會有優勢 只要繼續壓迫下去 一路打來回高速球 理論上 萬聯是可以拉開個紀錄 領先了1比0之後 萬聯還是有10分鐘的壓迫力量 都真的看到繼續有快攻或者反擊的機會 但是過了20分鐘之後 我們就開始看到萬聯是要減壓 是要減那個就是全場壓迫的力度 越來越少做全場壓迫的同事就開始慢慢收縮 接著就開始落在下方 導致失波了 可能你會問的 領先了之後保守一點不對嗎 沒錯 保守一點都會有好處 但是萬聯是在走4231 4231收縮 是會發生什麼事 足總盃四強大家看到 就是試過一用4231收縮 直接失波 萬聯比西維爾25分鐘 中取成1比1個1球 就是因為4231收縮 不夠防守中場 當時潘奴法蘭迪斯 在進攻中場的位置 回不到來防守 所以你會發現西維爾 一打進去25馬區域的時候 萬聯只有5個防守球員 防守區域最低限度 收縮的時候要有7個球員 四人的後防線 三個防守中場 在後防線前面做寬度防守 包了禁區頂左中右 這樣才不會被人輕易破密閘 怎麼可以剩下5個防守球員 5個人又怎麼能夠包得這麼大的防守區域 萬聯這次只剩下1條赤裸裸的後防線 暴露在別人面前 不夠防守中場就包不完其他位置 所以25分鐘的這一刻 真是被西維爾破了密閘 也更加放大了萬聯後防線的實力不足問題 被人一進入禁區底線 地波傳中產生素數的必入球 所以萬聯就是不可以用4231結構來收縮 尤其是你其中一個防守中場叫做普巴 今天的萬聯必須避免收縮 而避免收縮的方法一共有兩個 第一個方法就是保持控球在腳 但是我們清楚看到 只要一欠缺到馬達的話 萬聯控制節奏和控球的能力 就遠遠不及西維爾 所以要用第二個方法 一定要一直保持有壓迫的力量 即是說又回到那個問題那裡 到底有沒有體能去壓迫呢 答案就是去到上半場的20分鐘之後 就沒有了 都幾快沒有 這個就是魔界頓胎蘇斯一查第一宗罪 由英超的尾段開始 一直都欠缺輪換 勝利11人 而且調動極度緩慢 正選球員的體能去到季尾已經開始不行 在關鍵的賽事都打不到來回高速球 喪失了之前最強大的武器 來回高速球打快攻打反擊 魔界頓胎蘇斯一查令到萬聯失了應有的魔性 也都反映了魔界頓胎蘇斯一查今天的正選陣容有問題 本來今天更加適合玩三中堅結構 和西維爾打來回高速球 但是考慮到萬聯的體能狀況已經不行 那就應該要想到唯有出一個可以收縮的結構 4-3-3 和班奴講清講楚 收縮的時候 班奴一定要回到防守中場的位置 不可以繼續留在進攻中場那裡 可惜了 魔界頓胎蘇斯一查 繼續盲摸摸4-2-3-1到尾 其實如果一定要堅持4-2-3-1的話 就是要確保自己有控球能力 想控球在腳就要有馬迪打正選 但是馬迪今天繼續打後備 連續兩場後備 今天需要他的時候都是繼續打後備 今天繼續不輪換 繼續用上一場的中場組合 亦都再進一步削弱了收縮的能力 普巴、費特 這兩個中後場的組合 就是沒有一個好像馬迪這種正式的後防線前邊屏障 所以就是說 如果萬聯是快不起身的話 一定要控球在腳或者收縮 馬迪是至關重要的 費特今天當然繼續踢得非常之勤力 搶到很多球 但是他的慣性就會飆去搶球 不會長時間鬥著位置留在後防線前做屏障 而普巴就更加不用說 是欠缺位置感 所以這個中後場的組合 一沒有馬迪 就會搞到萬聯無法控球 亦難以搵手 其實西維爾控球在腳的時候 都是只剩下一招來破密集 就是用蘇素做半主角 而且蘇素的速度已經不算快 但是萬聯都是整天被他出現在禁區頂 或者被蘇素利用直線去穿過禁區頂 明顯就是萬聯在禁區頂不夠防守中場去包 時不時就會被西維爾球員插到落底線 甚至插入禁區底線 我們經常都見到蘇素穿花蝴蝶送直線 就是被球員underlap overlap 耐不耐就會被西維爾這樣破密集 欠缺馬迪的萬聯真的不可以收縮 這個上半場的中尾段已經很難捱了 萬聯唯有等到半場可以休息15分鐘之後 有些體能到下半場出來再做壓迫 而你又真的發現的確 休息完之後萬聯才能做壓迫 一做壓迫 打回來回高速球 萬聯又馬上贏了級數 由45分鐘到60分鐘這一段 萬聯是有機會領先 可惜馬斯亞錯失了超級黃金機會和兩個半機會 而且馬斯亞今天的支點又是做得不好 雖然上半場那個入球是靠他做支點 才能幫福仔衝入禁區搏到12碼 但是那一刻其實是西維爾偶然的防守失誤 西維爾的後防球員 竟然是在禁區裡可以被馬斯亞轉身 向前 可以被前鋒向前做支點 支點可以向前傳送 當然是錯中之錯了 所以馬斯亞才得到空位 可以玩到小把氣 但是其實這些機會在西甲都很少見 在英超可以說更加不可能有得見 所以真的不可以說這次是馬斯亞做得好 只是可以說是西維爾的中堅球員古迪防守太差 但是當西維爾的後防線站穩定之後 馬斯亞就再沒有這些機會 也開始見馬斯亞要跟對方中堅對抗的時候 又做不到支點 決定又是不夠快 也繼續暴露他打前鋒的意識不足問題 我上場曼聯的蔡侯平已經說了這句話出來 我就不明白為什麼會有這麼多人單憑上一場賽事 就去稱讚馬斯亞 基本上只要有看過我的微觀昇華同步展輯 都會看到他打正前鋒意識不足的問題 馬斯亞在八強有一點表現 是因為對手叫做哥本哈根 可以讓他用個人能力過關斬仗 但是這些不是打正前鋒的意識 這些只不過是隨便在任何位置施展個人能力去屈肌 他根本就沒有做好本分 那為什麼還可以讚他呢 你讚他有個人能力就是害了他 個人能力只不過是幫他成為曼聯球員 但是要有前鋒的意識才可以幫他成為球星 對著哥本哈根吹大了球員 對著西維爾便現了形 他下半場的單刀球入到的話 就有加講 但是禁區裡邊都推了腳 就沒有話好講 馬斯亞有個單刀的機會 是因為曼聯當時有壓迫的力量 但是曼聯下半場只是頭15分鐘有壓迫力 60分鐘之後又打回原形 又不夠體能 所以今天90分鐘裡面 曼聯只有35分鐘有壓迫 其餘的大部分時間都是被迫收縮 而我們都知道曼聯現在的陣容 是不對收縮的嘛 所以60分鐘開始 就必須要透過調動去扭轉局面 這裡就是講到 魔界遁胎蘇斯一查的第三宗序 調動遲遁 看見西圍以58分鐘就已經換入兩個有體能的進攻點出來 魔界遁胎蘇斯一查還是無動於中 一直看著自己的球 越來越累 真是可憐 本路費蘭迪斯今天的傳送準成度 又是隨著體能的下降而下滑 而他跑入禁區的速度也越來越慢 其實今天同樣都是要放膽拿走本路 而福仔也看到是累 他根本沒有體能匯防 一要他匯防 他就是散步 那就是不停被西圍以打回曼聯的左邊 而普巴都有問題 普巴今天的問題 就是去到關鍵賽事領先不到 就會失常 今天的普巴就是固態復民了 非常心急 做錯很多的決定 西圍以去到下半場有第二個入球 就是因為普巴心急 未能及時作出合適的決定 根本不是時機 就硬作出高難度的傳送 而導致他喪失了重獲控球權 以及控制比賽節奏的機會 雖然只有格連活特都有個失誤 但是始作俑者始終是普巴 普巴、班奴、福仔是要退下火線的 普巴完全控制不到中場的節奏 那就要用一定控制到節奏的馬迪 班奴不夠體能引領不到攻勢 一定要用一定夠體能引領攻勢的馬達 可以了 而福仔呢 福仔沒有體能回防不到 這樣就要用一定有速度和回防意識的連加特打左邊 你沒有聽錯 我建議用連加特入替 今天是對用的 西圍以下半場右路的攻勢越來越旺盛 曼聯左邊的進攻點定必要回防 不可以不回防 那我就寧願用應該很大機會回防的連加特 連加特乖乖地打邊線 我就不會取笑他了 有需要的時候我還會建議重用他 而且馬達和連加特在16強次回合的時候 配合得不錯 連加特、馬達、馬迪出來的話 整件事會不同 簡直可以重新控球在腳 而左邊有回防的能力 這樣就不會這麼輕易輸 明白明白給西維爾 去到77分鐘 西維爾攻曼聯的左邊又是那邊 福仔又是看球 沒有回防了 散步了 被西維爾斬過高波入禁區裡面 講到這下明買明買的失波 我相信很多球迷都會非常之憤怒 我作出我的看法 首先 雲比沙卡佔有兩成的責任 連達路夫佔有八成的責任 雲比沙卡沒錯 他沒有跟貼到這個敵狀 或者沒有開口提醒連達路夫 告訴連達路夫他後邊有個敵狀 但我們一直都會知道 這個雲比沙卡的弱點是高波 所以中堅是要幫雲比沙卡的 而且雲比沙卡今天其實有很多時候 地面的防守都是做得不錯的 只不過今天有兩下失誤 就是上半場失波那一下 他就是追漏了少少 而且這一下他就沒有跟貼到 但我們知道他又年輕 而且他那個弱點就是這一下的高波 我也是那句的 作為中堅的連達路夫要幫他 但連達路夫這次呢 就真的錯到離了大譜 沒可能不嘗試升起用頭鎚去解圍 他根本就是判斷不到球的落點 而這樣的能力去打中堅位 其實是講不過的 是很勉強的 其實呢 只要他是盡力跳起 都有機會解圍 你不一定要很清脆中的球 解下去就是橫邊 你頂個球 你都可以頂個球落底線 我想他最大的擔心呢 就是擔心自己那一下會擺烏龍 但是如果他能夠早些判斷到球落點 在高點那裡頂的話 擺烏龍機會就不大 他就是判斷不到 他就是太過慢 但是判斷得就是會令到他怕擺烏龍 而不夠膽去頂個球 他這樣的判斷能力就變了很難踢中堅位 經常都會發生這些尷尬的場面 令到他又不夠膽去解圍 所以這個位置曼聯要開始想的了 其實他這一下夠膽升起頂就沒有損失了 所以真的不明白為什麼不盡力 就在高點上頂 一不頂的話當然就會漏了個球在後邊 直接被敵裝用腳去接應明賣明賣就搞定了 那今季我都沒有見過這些輕易的明賣明賣 為什麼呢 用腳接應的兄弟 斬下去 那個球下來的腳上用腳去射 那命中率當然會高過用頭的 那就很容易了 這麼容易啊 為什麼呢 因為曼聯那一刻不防守 所以班奧菲蘭迪斯就沒有說錯這個蓮達露夫了 我估計呢 班奧就是跟我們一樣的想法 就是跟這個蓮達露夫說 你怎麼都要試一下頂啊 你這麼容易被人入 沒有理由的 你這麼容易被人入的話 整隊球都沒有士氣了 但是呢 蓮達露夫呢 他就是用粗口回敬的 應該幾清楚是粗口來的了 可能呢 他就是覺得 班奧是進攻中場 你沒有資格批評我啊 不過呢 我也想提醒蓮達露夫一件事 其實呢 班奧是踢中堅出身的 青年隊的時候他踢中堅 他應該就是知道有這些基本的東西 不過呢 因為他太好球 視野太好 傳送能力太好 所以呢 才叫他打主角 一直向前推 推到他上去打進攻中場 但是人家本來是打中堅的 你問清楚人家才罵人家 其實呢 錯了就是錯了 都不應該吵架的 吵架是影響士氣的 不過呢 其實教練本來是有方法避免這些事情的 我們早就知道 蓮達露夫也有這些問題的 既然出不到拜尼 一定要出蓮達露夫的話呢 那萬聯要想辦法控球再腳 你能夠控制節奏 一直控制著球 對方不能攻你 人家就少了很多名買名賣 那控球再腳呢 就是馬達馬迪 都是那些 最簡單的道理 調動 及時的調動 放膽拿走今天有些發溫的普伯 和真的越踢越累的班奴 就是沒有做這些適當的調動 這三個適當的調動 沒有做到就是一共的三宗聚 一共一開頭的兩宗聚 一共就五宗聚 有人曾經跟我說 拿走這些 是班奴法蘭迪斯 重心球員 會很影響時器 但是你看著這些重心球員 不行 都繼續踢下去 那還影響時器 有人說 麥加雅一直都是看著蘇斯一柴來踢 是看著他什麼時候調動 就是這樣 不單止是影響時器 還影響實力 可能魔界頓胎 蘇斯一柴 就是用這些民間的想法去調兵顯像 看著時器來調動 這樣就大劑了 如果是這樣的話 我好簡單說一句 就是我用抽籤的方法 找一個我的專屬會員 去做曼聯的調動工作 都會做得好過他 大家不妨做一下會員 就參與這個抽籤活動 好嗎 好了 這裡也要這麼多位幫手 按廣告 按廣告 彈小廣告的視窗出來 播出有聲廣告片 就要like、share、subscribe 這樣才可以幫到小弟有些收入 多謝你先 記得要訂閱按鐘仔 不要裝擋廣告的程式 Youtube可以做專屬會員 參與專屬直播 來歐聯決賽 Patreon有不同的會員制度 包括微觀昇華同步 今天會展示了很多片段 給大家看 關於球員的決定 以及一些整體戰術的分析 這個就是4231的收縮問題 另外也有片尾彩蛋 今天是片尾彩蛋 當然會講下一季 萬娘怎麼搞的 這個蘇斯一茶 還可不可以有藉口呢 還有這個就是專屬直播 同樣就是歐聯決賽那次 Patreon會有學生的優惠 大家可以踴躍支持 多謝你 拜拜 拜拜